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各位東周網及頭條開Live的觀眾你們好 歡迎來到我的姐妹奮鬥室 說明姐妹奮鬥室我今天邀請了一個姐妹來 就是Amy 譚家全 Hi 其實是這樣的 有一個美國的研究說過 女性有一個腦部的分泌物叫語言膽白質 就是FOXP2 就說女性每一日平均說話 差不多有二萬個字 而男性每一日平均說話大約七千個字 即是女性說話高出了三倍 只不過我這個朋友是女性 大家都看到 但她說話我也不知道 一天有沒有聽過超過 不要說七千字 五千字也要想想 其實Amy 你怎樣形容自己的性格 我自己形容自己 這一刻我覺得自己是 有點自閉 對 個人很被動 很享受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接受的 我當然接受 這是我 我當然接受 對 你說這一刻的你是這樣 以前的你又覺得是怎樣 因為其實我想我是這個自閉的過程是漸變的 我小時候是很多話說的 即是 很難想像 對 其實很多人都想像 我小時候 就是我會不斷地說話 即是那些伯母來到我 就會不斷地在家裡唱歌 說話 我幼稚園的時候 是被先生和姐姐黏住嘴 即是說我很多話說 黏住我的嘴 那些 我到時候慢慢 我想也可能是小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經歷 總之我突然去到中學的時候 突然轉了我 轉了我 然後突然一個人就開始不說話了 即是可能環境的改變 可能是 因為其實我小學的時候 我老師也有寫 你知道有些Apatial 見家長日要寫 都說 我聰明 見譚 親切 就是圍說話太多 即是每一年都 圍說話太多 然後我記得 畢業軍時小學的老師說 其實黃詠君 你這個人真的太八卦了 他說你不要太八卦 你會好一點 然後我就問 八卦嗎 我又不覺得 我純粹喜歡說話 喜歡認識朋友 你喜歡認識朋友 你就想了解他多一點 你真的很喜歡認識朋友 和很喜歡和別人聊天 你得而是這樣的 是 因為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要溝通 因為上一集也有說過 我們要溝通 要真誠 要有親和力 這些都是我在 三十多年 大家上網都知道我幾歲 都開始要練習多一點的東西 所以溝通對於我來說很重要 但是會不會Amy 覺得少了說話 令別人沒有那麼容易了解你呢 又或者其實我覺得 每個人的經歷不同 其實可能我從頭到尾 一直進入這一行之後 其實我都不是一個很想開放地 去被人了解的人 我想我是很簡責朋友的 真的要聊天的時候 兩個人坐下聊天 我都可以聊天一晚 但是一到一班人 你知道始終要做我們 這行很多時候都是群體生活 是的 我通常都會選擇自己坐在一旁 因為可能對我來說 我不是很善於跟朋友交際 所以我就會覺得 OK 那我自己 繼續享受自己一個人的環境 是真的 我想說 我跟Amy出去吃飯的時候 你知道我是開龍鳥 我真的可以社交十二圍桌 但是Amy就永遠都坐在那裡 我不動的 要不就除非她唱歌 她唱歌的時候 你會聽到歌詞加起來 也有幾百個字 要不然平時說話 她真的不會超過 我想一千個字都有點難 所以也想問問Amy 會不會覺得現在這樣的轉變 是要適合嘴型的人才聊天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但會不會有時候都覺得 其實我不說話 別人又不是很了解到自己 慢慢就越來越來越來越封閉 其實這個都有的 但我覺得所有事情都有得有失 其實我自己都挺享受一個人的時間 我是一個需要很多me time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對我來說是舒服的 但當然我也明白有得有失 例如我少了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例如我需要找人去幫忙的時候 我只不然也會覺得 誰的能力 對 自己的能力 因為我平時少跟別人溝通 也會少一點 但我覺得當你自己 你衡量過得失之後 其實我覺得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你自己明白這件事 不要你平時又不跟別人溝通 但你又覺得 有時候你為什麼不幫我 你又不可以這樣想 也是 因為有時候你很擔心找別人幫忙的時候 有時候人會覺得有事終無意 無事下映春 沒事的時候就不找我 一找到我就幫忙 這些又多了一個考量 在裡面 跟朋友之間的關係 但以前有沒有試過想改變呢? 現在的你 我感覺到你是很坦然的 覺得我是這樣的 你喜歡就來跟我做朋友 好像我這樣 娶著Amy來做嘉賓 如果不是的話 會不會其實 以前都想試一下 我都想試一下 踏出一步 改變一下自己 放開心非 試一下跟別人溝通 有否經歷過 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 有沒有經歷過這些 始終是我們這行 我想都有的 但不是很熱切 我覺得 最後再去聊兩句 我還是不太會說 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又彈走 經常性也是這樣 所以我反而覺得 我接受自己是這樣的 所以就沒有大大的障礙 反而是 因為其實小時候 自己曾經很多話說 其實小時候 轉變到沒有話說的時候 反而是那段時間 自己覺得自己很奇怪 但是 是突然間的 真的很突然 就是突然間 去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又升了一個新的學校 你覺得 好像每個人都不太熟 不太熟 不太熟 又不知道怎麼開始 對 然後慢慢就開始 個人就自己 經常坐在自己的位置 慢慢就越來越少說 不過Amy 是有點話題終結者 一些朋友 我記得我剛剛認識她的時候 我已經有很多話說 不斷聊 也聊不到 這個女生 很難聊 但你又要記住 我上一次有說 親和力、真誠 Amy是有齊的 你會感覺到她很親和 你很想親近她 你會覺得她真的很真誠 她願意跟你聊天 但是要對嘴型 所以反而去到溝通的位置 就是沒有了雙向的交流 卡住了 我想是 可能我怎麼說呢 我不是很 有時候不太懂得去 談自己熟悉以外的話題 譬如 一說到閒話加上 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我人生都沒有特別 沒有什麼要說 但譬如 如果說到一些我很喜歡的話題 那我又會不斷地去說話 其實可能真的很看話題性 但不關乎那個人 我喜歡不喜歡 即是合不合嘴型 現在最容易說的就是 好了 那你再說回 以前你中學的時候 就比較開始少說話 即是有些捉起了一個圍場 我想問 因為我中學的時候 有些讀者都inbox了 就是 女生不明白為什麼 一定要一起去廁所 你有沒有同學約你去廁所呢 請問 沒有啊 我覺得可能真的 我反而覺得 是我自己的那班同學 我都不太覺得 他們是會約去廁所 那些不叫你 不是啊 我真的覺得 我的同學很少這樣 雖然我有聽很多女生說 都是會約去廁所 但我自己的那班同學 我真的很少可見到 他們約去廁所 可能是約去操場 一起圍著吃杯麵 那些 但是沒有啊 一起約去廁所 就沒有 好像剛才我們開Live之前 我都叫Amy去廁所 我說一起去吧 我又回去 走啊 就去廁所 待會幾個字坐在這裡 我怕你會急 不如我叫她回頭 其實也不明白 為什麼女生真的很喜歡 一起約去廁所 我那時候真的會 一班同學說 你不去嗎? 那我陪你再等一會 真的會這樣 真的會這樣 現在化妝也是 大家一起進廁所 補妝 那些 好像一定要聯群結對 那些時候 就有很多 解傾 是啊 但我又覺得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自己 本身都獨身 就算我小學很多話說的時候 我也沒有印象 要經常約去廁所 我可能很習慣了 很獨立地走出來 所以我很少約一起去廁所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 我們有多少姊妹一起 你來看我們姊妹奮鬥室 你是有約一起去廁所 或者你會相約一些女性朋友 一起做些什麼 都可以留言 告訴我們 我們聊聊聊聊聊聊 也好 我也想問一下 Amy給我的感覺很乖 我以前中學的時候 其實我也很乖 我有多話說 所以那時候 我很記得中學 我有幾個朋友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總是想群一下 有些比較頑皮的同學 會的 真的 可能掌握你的視頻 也好 我屬於讀書 都比較頭幾名 所以那些壞小小的同學 都不要跟我玩 那時候我很記得 那個男同學 周圍問人是否吃煙 是不問我的 去到我的位置 skip了我 我就回家跟我媽媽說 我真的跟媽媽說 媽媽 他們叫人吃煙 但是不叫我 我覺得好像被排擠 可能她是做一些壞事 甚至乎 我剛才也跟你說 他們一起走堂 不叫我 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不叫我 是不是不喜歡我 你有沒有經歷這些 你又這麼乖 我想真的怪什麼 走堂的類似案 反而是我小學發生的事 哇 你和我這麼熟悉 是啊 但他們不是走堂 我想那時候 好像是小三之前 一定是 然後就是 我和一個女生很好的 我覺得很好的 突然不見了 突然回到學後 看不到她 後來到我第二天 就知道原來 她和另一個同學 竟然是沒有坐校車 自己走到周圍去玩 被先生發現了 當然 這些都是逃海 對 當時我還記得 我是很不開心 我會覺得 為什麼她不叫我 為什麼她不叫我 我就很開心 自此 當時我和這個同學 就開始不太好朋友了 是的 但是 後來你再大了 你想想的時候 其實很幸好 當時沒有跟著她 同學也有跟著她 都不知道怎麼選擇 你明白嗎 你叫到我圖的時候 我都在想 我應不應該去圖 如果跟著圖 被媽媽罵死了 這樣 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我會覺得 其實你約我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和我抱歉的時候 我都會想 會不會這件事 也會令到我 其實有一些轉折位 就是令到我會覺得 自己不要把太多感情投放 在朋友身上 是 可能有時候 你自己 我經常覺得是 跟別人相處 首先你要懂得 要跟自己相處 如果有時候 你每次把自己的感情寄託 在無論是朋友 或是愛人身上 其實你 比他影響到你很多 所以我覺得 首先第一件事 要懂得跟自己相處 我覺得也是 成長很多的經歷 令到自己會變成這樣 都是 有時候我們都會說 有些依附性的關係 無論跟戀人也好 跟朋友也好 當你過分依賴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雙方都很大壓力 還有朋友 最常說的就是 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 我覺得 這個生活 這個世界 這個成長過程 是會幫你慢慢篩走一些朋友 那你現在說 曾經好朋友的朋友 還有沒有聯絡 那個就真的 反而沒有聯絡 很搞笑 反而跟他一起同學 那個女生 我們在Facebook 到App 反而在網絡上 有聊天 但也不算是 心交 很想見面 心交就不是 你最熟悉的朋友 認識了多少年 10年有沒有超過 一定有超過 20年呢 都超過 30年呢 不夠 不夠了 但其實一段20年的友誼 都很難維繫 為什麼會在你心裡 可以保持這麼久 因為 其實Amy剛剛自己也有說 她選朋友 真的很仔細去想 為什麼這個朋友 可以在你生命中存在這麼久 其實不只一個 也挺多 反而 我覺得越認識久的朋友 其實因為她很了解你 她會知道 其實你不是故意不理她 不理她 大家都知道對方的性格 或者知道對方 現在的過境的生活是怎樣 所以大家都會很尊重 但適當的時候 我們又會聯絡 所以 反而是可以保持到友誼 很長久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大家都需要一個空間 嗯 有些文章都會說 其實最舒服的關係 就是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絕對 那就會找不到大家共同成長的空間 嗯 所以有些人都說 有些距離感 可能還會對對方更加好 是嗎 不過有時候我又覺得 是很看性格的 我也有些朋友 是 他們很喜歡一起的程度 是 他不能夠自己一個人吃飯 不能夠自己一個人看戲 所以他任何時候 都需要有一個人在隔離 所以他跟他的朋友 是很親密的 因為他任何時候 都需要有一個人在隔離 那當然直至後來 他組織了家庭之後 他的需要在隔離 就變成了家庭的另一半 或者他的小朋友 嗯 但在他未結婚之前 朋友是完全是一個 不能夠斷開的一個關係 是 但我又很害怕的 我不行的 就是我不行 朋友天天找我 我絕對不行 我真的不行 因為我會覺得 我今天經歷完的事情 又沒有什麼特別 嗯 跟你見面 我們又不是很喜歡 說八卦新聞那些 那些 沒有什麼好談的 難道每次跟你說時事嗎 難道每次跟你說 現在空打衣 所以我覺得 給大家一些空間 有個進步的時間 然後再聚首 再聊天的時候 就覺得 你不同了 你轉變了 那整個氣氛 是會 再舒適一點的 好 剛剛說了同學 現在有多少同學 是真的可以 留在你的生命當中 繼續成為朋友 其實很多 那特別是 大學的時候 的同學是比較多的 當然 因為可能大家已經成長了 已經成長了 所以那段時間 是比較多的 中學同學 其實很多都有聯絡 不過可能因為 中學的時候 有些人還在交心 但是反而 整班人就未必了 但是有一兩個 都仍然是 best friend 但始終可能因為 在中學一路到你出來 社會上 可能有一段時間是有距離了 還有因為現在我身邊很多朋友 是有家庭的 有小朋友 而他們可能聚了媽媽 那一班 其實他們會比較近 因為比較上 共同話題會比較多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 家庭沒有小朋友 所以 又加上我這一行 始終會有一點距離 反而 但怎麼都會有一兩個 是很近的 是 我自己也有時會在想 中學也好 大學同學也好 剛才說 我是會一起去廁所 那些 但是 為什麼突然間 畢業之後 燈一聲消失了 是突然間 好像消失了 你說中學那些? 大學有時也是 大學有時也是 你以前很close 會一起交功課 要捱奸底夜 那時候又玩debay 是到凌晨三、四點 但是突然間 一畢業之後 各有各找到自己的工作 剛才所說 可能我們的工作 又不是定時上班時間 有時他約你晚上吃飯 誰知道是在開工 久而久之 真的沒有這種持久的維繫 朋友關係都真的會疏遠 而且大家都覺得 莫道理再選擇人 人亦能選擇你 我想跟你做朋友的時候 我不斷娶著你的時候 你都要回應我才行 所以我覺得大學同學 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生活圈子 都真的比較難維繫 不過 我始終覺得 就算同朋友也好 都是講緣分 就是你所有事情 可能是真的一段緣分 要完結 所以可能去到那個時刻 就沒有了 可能有些未完的 就一直繼續 到路做好朋友 會不會是因為怕失去 所以不順量不要投入那麼多感情 在朋友或另一半身上 因為始終你要先堅強自己 先愛自己 先懂得愛別人 會不會因為這樣 所以又看得那麼淡 可以看得那麼化 又是否呢 我是看得很淡的 但我又不是不投入感情的 但是我不會是 那種要保持著 整天都要聯絡 經常都見 但我仍然有些 真的會很親密的 譬如她跟我說她不舒服的時候 我會很感同身受 我會很不開心的 我會不斷地去關心她 甚至乎 剛才說的有些同學 其實我已經做了她們的小朋友 或是乾媽媽 會有這個情況 但我又覺得最重要是 對方知道你的心在 其實有時不需要經常 一定說要經常見面 經常要聊天 但知道對方的心在 你很自然就會知道 你的朋友一直在旁邊 只不過他不會主動去找你 但你一有事 他就會出來 對 這也是我們之前所說的 人際關係的三角形 就是其中一個真誠 其實是感覺到的 他不會覺得 你小話說的 就是一個不坦率的人 你性格本身就是這樣 還有我又是那些 如果朋友一找我 他們真的很有趣 他們很了解我的工作時間 很彈性 之後一拍劇到凌晨 在廠裡又收不到電話 我真的會失蹤 但他們又會很接受我 有時約了之後 我突然改時間 我覺得朋友真是一種 互相遷就 是呀 理解的 是呀 我覺得他們直接疼我 疼得像我老公一樣 比我老公還要遷就 有時應該是比另一半更遷就 如果真的很好朋友 是呀 但有一次 她有一個女性朋友 又是失戀 跟男朋友拍了九年拖吵架 我真的二話不說 那天很記得我十時多下班 我都去找她 聊到凌晨四五時 有時我覺得 每一段關係都是需要付出的 是 第二天 我真的要上班 但我都一定會過來陪你 因為我知道這刻你很需要我 就是正正因為她平時這麼遷就我 突然間這樣扯我 我就知道她 你更加需要 是呀 所以兩個人之間 真的要找到一個舒服的點去相處 但Amy 我想問一下 剛剛聽你說很多都是一些女性朋友 你總是會有些男性朋友 有沒有一些很親密的男性朋友 你相信男性朋友可以有一個純友誼的關係 才這麼說 我相信的 但我自己 但你沒有的 我自己沒有 沒有什麼很純友誼的關係 因為我自己可能 一來我自己讀女校 就算我以前讀大學的時候 我那班 看看 我那班好像三十多人 都只有四個男生 還是三個 就是跟女校沒有什麼很大分別 那我自己 不是很懂得 首先第一 我覺得我自己 其實不是很懂得跟異性相處 這是真的 可能跟女校有關 對 對 再加上我是讀生 是 然後到 長大了的時候 也是因為有一些經歷 令到我 有點怕跟異性相處 是感情字來的 沒有的 純粹是怕 因為工作上 有些事情 可能工作上 有些人會覺得 你是不是經常 都不懂得跟異性相處 你給了很多錯誤信息的人 搞到那些情況 很不好 很混亂 對 所以我就 自那時候開始 就開始 更加落雜了 對 對異性朋友 我會盡量落雜 因為怕自己 不懂得處理的時候 就會表達了錯誤信息 所以就 更加會這樣 對 因為我的性格 真的比較男生 對 什麼都可以做朋友 我會有男性朋友 好像比女性朋友更多 對 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男生說話 有時候真的很直接 一下子 他們又不會太玻璃心 有時候 如果女性朋友 不太了解我 就會覺得 Brami 你說話 怎麼這麼大次 我只是搞笑 何必這麼認真 但是 男生可能有時候 都未解釋到 已經過去了 但女生就會很在意 但是我現在組織了家庭 也是另一個平衡 就是 幸好我老公也很了解我 因為當你全部都是男性朋友 的時候 如果他不了解我 大家都只有一個估字 所以 去到我們之後再說 關於愛情 關於家庭的一些關係 都想和大家 分享多些 大家都可以 然後把故事給我們 讓我又可以了解 其實有沒有人 跟我們在遇到的問題 是一樣的 所以 今天Amy來到 我們姊妹奮鬥室 多謝你把故事 告訴我們 因為其實Amy平時 我跟她聊天 都很難才撩到她的心底話 你知道嗎 今天真的邀請到她 來到我的like 先喝杯 Yeah 先喝一口茶 謝謝 今天真的為了你 我準備了一些小食 你會看到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蛋卷 我是這樣的 我有一點強迫症 我喜歡的東西 我就會推到別人 都希望你喜歡 你會不會呢 我不會的 不會的 我很喜歡聽爵士 我老公直接聽爵士 聽到睡著了 怕了 怕了 我喜歡的東西 我就希望你都一起喜歡 我會黑銷 我會試的 我當然會試 我會很想和別人分享 我喜歡的東西 例如我覺得 哪一區好 我又會不斷銷 所以今天我們拍攝 有時拍攝 我覺得這區很好 我喜歡這區 然後我問 你是否地產經紀 我不是 我沒有考牌 沒有牌 但我很喜歡 將自己喜歡的東西 和別人分享 所以我很喜歡吃蛋卷 今天邀請了這個 一個陳皮蛋卷 因為我覺得陳皮蛋卷 味道也比較特別 其實沒聽過 是啊 挺特別 試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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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平時吃咖啡味 因為我是咖啡熊 你知道我是 酒和咖啡是我的最愛 我知道是酒 是 想有刺激的東西 我也喜歡 都挺鬆化 對 我想問你 我不覺得其實很鬆化 對 而且 鬆化有點尷尬 我為什麼會在鏡頭面前噴 噴 不要緊 來到我姐妹睡覺室 做什麼都可以 我最重要是 我跟朋友一起 因為我現在有講人際關係 我為什麼會想起Amy 我就覺得 哇 其實Amy我都嫁得好 應該也不錯 我就在想 你找我說這件事 似乎有些難度 我應該是一個標準 因為其實Amy真的很靜 基本上跟她吃飯 她可以完全不說話 真的很誇張 我是不行的 我們中學的時候 已經被同學形容 我是可以坐在窗邊 看著 明智朗雨 坐下一個小色 那些人 那些人 其實有一點藝術家的性格 在裡面 我們那一行的人 我都覺得 要是在鏡頭的時候 會有很多話 大家也聽過 星爺周星馳 我也有問過前輩 其實是 她一在鏡頭面前 她很搗蛋 很調皮 但一在鏡頭 她很安靜 對 她不是很出聲 然後我覺得 這麼跳脫機 我又做不到 我真的不是一個良好的演員 我要在鏡頭前 和鏡頭後 我都會很喜歡 做朋友 可能這件事 對於我的行業 也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性格 都不同 所以做朋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尊重對方的性格 你知道對方是怎樣 你尊重才可以相處 而不是 不行 我要你做朋友 就要經常出來 或者你有朋友 就不要發聲 不可以這樣 還是最重要的是尊重 其實很重要 因為以前小時候 我都說了 我有很多話說 直到大學的時候 我又比較強勢 因為那時候 我又開始半工讀 一邊出來工作 有些朋友都說 Bermy 你說話太多 你不聆聽 人家都還沒說完 一個完整的句子 你中間就放進去 遷就了 然後我說 我猜到你想說什麼 我為什麼要浪費多 那十幾二十分鐘 去聽你說話 但我又會猜到 最後大家說的是一樣 然後他說 其實不是 有時跟你聊天 是想你聆聽 想你聽聽我說話 讓你知道我在想什麼 可能在當中 一個交流溝通 你會找到自己的盲點 你這樣說 我反而記得中學 真的有同學跟我說 我也是其中一個 best friend 他很喜歡說話 他也跟我說過 其實他跟我做朋友 覺得很舒服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 經常都是一個聆聽的角色 所以他 可能也是一粒一突 他不斷地說 我就會不斷地去聽 我當然不會聽完 就掛眼雲煙 我也真的會放在心裡 所以我想 有時做朋友 真的說溝通 你究竟對方是怎樣 你究竟能不能夠接受得到 而不是一定要那個人是怎樣 是 所以我覺得 都要取一個平衡 怎樣可以在你說話 溝通 主動引起話題的同事 又要適當地聆聽 因為都有人說過 最不講道理的人 就是不斷抓住人 講道理的人 你又不想想他的性格 又不想想他的情緒 又不想想他今天 遇到什麼事 可能那天他真的 很不開心 很沮喪 你還不斷抓住他講道理 我也不想理你了 你說了一千萬個字 我一個字都聽不容易 所以有時做朋友 就是時間都很重要 你有些心事想跟他聊 都要是他歡迎接受 聽你心事的時候 就不是一個強迫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真的合理做朋友 真的要寧願舒服 現在是互相了解對方 溝通到真的很重要 現在不是鬥量的了 而且我覺得 當你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更加會 希望是一個舒服的溝通 而不是小朋友的時候 總是那些 我要說話 追著你 追著你 但是當你年紀越大的時候 你就去追求 一個舒服的相處 對 好像我們現在斷捨離 人生是一個撇除法 越來越在你身邊 你不需要的東西 你會丟掉它 不需要那個人 你會嘗試溝通 想改變關係 但都改變不了的時候 就要學會放下 因為我知道 有些人都是比較執著一些 我曾經跟你很友善 友善到每天都見 每天都聊電話 聊到凌晨三、四點 有個讀者 她說 她經常跟女生朋友 聊到三、四點 她媽媽說 這麼多事情聊 什麼事情都可以聊到三、四點 以為她拍拖 不是真的女生朋友 所以我覺得 當你慢慢人越長大的時候 你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的時候 就要去慢慢斷捨離 撇除法 簡直是一些適合你 舒服的關係去相處 所以今天謝謝Amy 來到我的智慧佛斗室 今天大家記得 下一集 剛剛說了 我們整個季節都會說 人際關係 今天就說一些關於朋友 同學的關係 之後又想跟大家說說 親情、家庭、同事 這些經常都要見 但又好像不太熟悉的人物 應該怎樣可以相處下去呢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 inbox多些故事給我 和我們分享 我下次live 也會和大家多聊些 下一集再邀請Amy上來 行不行 好 當然 那好吧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